今天我们来学习一下这个圣诞节三件套 帽子 手套和袜子 它们的勾制方法很简单 这三件套我是用苏苏姐家的四股纹面来勾制的 都是基础的针法 很适合新手去学习 我们先来学习一下这个帽子 我们先取出线 绕在小拇指场或者这样加入绕在十字上面 再绕在中指上面 我们可以绕两圈 然后勾针直接穿针进去 带线过来用环形起针 然后勾针绕线穿过小的线圈这样拉紧 我们缓起短针 勾针直接穿过这个大的线圈 我们往下压线带过来用十字短针法 带线过来之后是两个线圈绕线 一次性脱掉 这就是一个短针 我们需要在第一个短针顶部的小V字上面挂上一个记号扣 穿针进去 带线过来绕线脱掉 我们总共是缓起六个短针 大家可以自己编织完 六个短针勾好了之后 直接取下记号扣 先拉长这个线圈 我们来收一下口 收口的时候 先扯这一根短的线头 看哪一根线洞 这一根线洞的话 我们直接扯这一根洞的线 这样收紧 先收紧 然后再拽动这一个短的线头 接着再收紧 收好口了之后 这一个短的线头可以直接断掉了 接着我们再往下勾织 开始编织第二圈 然后直接取下记号扣 在记号扣的位置入针 带线过来 然后再带过下一个线圈 拉紧勾针后 实施反方向的用力拉紧 然后锁一针 开始编织第二圈 第二圈第一个帧目 是在刚才引磨的位置 我们先勾一个短针 在第一个短针上面 挂上记号扣 第二个帧目 编织一个短针的加针 同一帧目 编织两个短针 形成短针加针 第二圈的规律就是 一个短针 一个短针的加针 我一组重复三次进行编织 总共是九个帧目 一个短针 一个短针的加针 重复三次 第二圈我们勾好了之后 这里有引磨针和起立针引起的帧目 一定要省略调布勾 直接取下记号扣 在记号扣的位置 做一下引磨临接 然后锁一针 开始编织第三圈 第三圈我们先勾一个短针 在第一个短针上面挂上记号扣 第二个帧目 编织一个短针的加针 第三个帧目编织一个短针 这是一组规律 第三圈的规律就是 一个短针 一个短针的加针 一个短针 这些帧目为一组 我们重复这一组 重复三次进行编织 总共是12个帧目 第二组的规律是 一个短针 一个短针的加针 再勾一个短针 这是第二组规律 大家把剩下的一组规律 自己编织完 第三圈我们勾好了之后 直接取下记号扣 做一下引磨临接 然后锁一针 开始编织第四圈 我们先勾一个短针 然后挂上记号扣 算上刚才勾织的一个短针 总共是编织三个短针 然后在第四个帧目上面 编织一个短针的加针 第四圈的规律就是 三个短针 一个短针的加针为一组 我们重复这一组 重复三次进行编织 总共是15个帧目 大家可以自己编织完 三个短针 一个短针的加针 第四圈勾好了之后 直接取下记号扣 做一下引磨临接 然后锁一针 开始编织第五圈 先勾一个短针 挂上记号扣 第二个帧目 一个短针 第三个帧目 一个短针的加针 第四个帧目 一个短针 第五个帧目 还是一个短针 这是一组规律 第五圈的规律就是 两个短针 一个短针的加针 两个短针 这些帧目为一组 我们重复这一组 重复三次进行编织 总共是18个帧目 第二组规律是两个短针 一个短针的加针 再勾两个短针 这是第二组规律 大家把剩下的一组规律 自己编织完 第五圈我们勾好了之后 直接取下记号扣 在记号扣的位置 做一下引磨临接起立一针 开始编织第六圈 先勾一个短针 然后挂上记号扣 这里需要大家注意的是 从第六圈到第九圈 都是不加不减的 编织一圈短针 每一圈都是编织18个短针 每一圈勾完都要引磨起立 自己把六到九圈编织完吧 第九圈我们勾好了之后 在最后一针上进行换线 我们先把这个线头扯长 然后勾针直接穿过 斜着的这两条线 把线放在后方 然后我们取出另一个颜色的线 同样的拿线方式 放在这个织片的后方 直接带这个白色的线过来 带线过来之后 然后找到记号扣的位置 取下记号扣 做一下引磨临接 然后锁一针 把这个红色的线给它拽过来 这样就换线完成了 把这个红色的线给它断掉 接着我们用白色的线进行编织 白色的线入针位置 是在刚才引磨的位置入针 然后把这两个线头 直接放在勾针的上方 藏一下线头 开始勾短针 新手朋友尽量是在第一个 短针上面挂上记号扣 传针进去 带线过来让线脱掉 我们在勾的时候 就是把这两个线头 给它藏一下 这是第十圈 第十圈我们需要编织八个短针 八个短针勾好了之后 在下一个针目 编织一个短针的加针 我们藏几针就可以了 在下一个针目 一个短针的加针 接着我们再连续编织八个短针 一个短针的加针 大家自己勾完 八个短针这一圈 最后一针勾一个短针的加针 这一圈就勾好了 然后直接找到第一针的位置 做一下引瓣临接锁一针 开始编织第十一圈 我们先勾一个短针 挂向记号扣 这里需要大家注意的是 从第十一圈到第十五圈 都是不加不减的编织一圈短针 每一圈都是编织二十个短针 所以大家自己把十一到十五圈编织完吧 第十五圈我们勾好了之后 直接取下记号扣 做一下引瓣临接 稍微留长一点线头断线 把这个线头先扯过来 这个线头给它放上穿线针 然后我们给它缝合一下 直接把这个线头藏进织物里面 藏好了之后直接断线 然后把这个小帽子的帽檐 给它翻上去 还有这里面的线头 我们刚开始藏线的时候 直接断线就可以了 如果没断的话 现在把这个线给它断掉 这个上面我们也可以 自己绣一下这个小雪花 也可以买现成的小雪花 给它贴上 小贴片给它贴上 怎么缝都可以 然后这一个小帽子就做好了 我们可以放上一个小挂绳 非常的可爱 喜欢的朋友 赶紧做起来吧